各位好 今天7月26号 我是五月三人 吃了吗您的 有网友问我呀 说是你怎么看这马面群被迪奥抄袭的这事 然后呢 这帮人 还有一帮人呢 跑到那个应该是法国吧 迪奥公司门口还是专卖店呢 去抗议 这事在我看来吧 就这个单独这个行为而言呢 是 也就是个闹剧吧 为什么呢 您想啊 对吧 您老都抛家舍业的跑法国去了 您自己都挪了 您在乎个毛线的文化挪用啊 是不是 牛逼您想把自己挪回 是吧 然后再扯这种单 我肯定觉得你是你在那留学去了 你学的都是啥呀 你学的不就是人家的文化吗 对不对 那你要不你先回来 你先回来去上个私塾啥的 这个比较好一点 对吧 所以呢 这件事就是说他去抗议这件事 我觉得是相当扯淡的一个事 对吧 这是一个 那至于说迪奥这个呢 是不是文化挪用或者抄袭呢 大概是这样啊 就是说呢 在艺术或者是设计领域里啊 借鉴各种元素啊 是特别正常的状况 对吧 就不然就没有这个艺术跟设计了嘛 没有人说是直接就开始来 就什么都能干得了 那我这就是原始 完全原始的东西 它都是站在前任的这个 艺术成就之上的东西 对吧 直接穿兽皮 您比较原生态 或者是那个当年咱们看见有那个在什么 在洞里 在洞穴里画那个盐画 那比较原生态 那如果要不是这么干呢 那就都不算啊 都不算 所以呢 都得算文化挪用啊 或者是什么文化抄袭啊 或者诸如此类的这种玩意儿 这个呢 是在假定啊 迪奥呢 知道这马面群这玩意儿的状况之下 说的这话 那要 要是假定迪奥不知道这个马面群呢 就是采用了类似的设计呢 这事也不是不可能 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们很 衣服嘛 这东西 对吧 就是骨筋撞车这件事 并不是一个很奇怪的事 人呢 就这个俩肩膀扛一脑袋的造型 对吧 偶尔呢 有这设计雷同啊 也不奇怪 这个我倒是不太不太在意这事儿 呃 其实我个人倒是觉得有一个事儿挺奇怪的 为什么呢 就是为什么呀 是这马面群出问题 对吧 这个因为你如果说其他的东西出问题 那我还真觉得说可能是另外有意思 你比如说您那个呃 您那身衣出问题了 人家用你这个材料 用你的这个设计 我觉得那个东西可能还能好说一点 但是这马面群出问题 就觉得特别特别怪 而且特别有意思 那为什么呢 因为啊 这东西啊 就是虽然说呢 是根据这个 这个考古啊 包括这些这个历代服饰研究的记载呢 这东西从宋代就开始有这个雏形了 对吧 但是实际上最初的形制啊 很有可能来自于像齐单之类的 齐单之类的文化 就是草原文化 跟中国的所谓这个上古衣冠呢 其实挺有挺大差别的 但它功能性啊 比如说它更适合这个齐称 或者是更适合某些工作的 这个更符合这个草原民族 这穿衣戴帽的这个特征 因为它侧开 然后好弄嘛 对吧 这东西正式命名呢 是在哪呢 是在明朝 不过明朝有一个事儿挺怪的 可能各位呢 在明 就是说您没有读过这个中国的这个包括服饰啊 包括制度史的时候 你没有发现这个奇怪的现象 您如果没读过的话啊 就是说明朝很多东西啊 是从元朝继承下来的 比如说明朝很著名的这个伊氏的这个形制 叫伊萨 伊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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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是这个这个音 伊萨 就是它原文是这么说的 是在明宫时里这么有这文的话 就是说 旗帜后金不断 而两旁有百 前金两节 而下有马面者从两旁起 这个呢 是所谓的马面群 就是说马面这个词 用在这个衣服上 这是第一次 这是明朝时候的 这个伊萨是什么 伊萨是什么呢 是那个是蒙古语 他从那个伊萨 伊萨应该是这么个发音 这么过来的 他是他是一个蒙古语的到这个转译成了那个汉语的这个这个音 然后呢 那蒙古呢 虽然说起来的话呢 统治没到百年嘛 所谓葫芦从来五百年啊 清朝不算 那个 但是在后世啊 留了不少痕迹 就是包括这个明朝的这个服饰 很多都是蒙古式样的 包括他后来那个所谓飞鱼服啊 这些东西 其实都有很多那个蒙圆的这个色彩 这个伊萨呢 也是其中之一 伊萨 这个词不老 因为这两个字其实是 是不是一个常用词 这个除了专业的人 基本上都没人知道这个这个词 那其实说白这东西怎么流行 怎么流行呢 是从草原文化呀 这个继承和改造来的 主要什么一个字 就是方便 对吧 您可以把这东西当什么呢 当类比成这个赵武灵王啊 胡扶齐设 为什么赵武灵王要胡扶齐设呀 对吧 因为中原传统服饰 它不适合时代了 打仗的时候它不利落 你这东西你车站 然后呢 你弄一长包大袖 你拎一脊 或者拎一那个 然后或者是书 然后你这边拉弓射箭 它那个时代过去了 所以你要更利落 更跟人去能够扛扛架 所以他就赵武灵王要胡扶齐设 那您看为什么这个东西从宋朝开始起呢 然后呢 一直流行到明朝呢 它因为说受草原文化的这种熏染就更多一些 它都更方便 对吧 这个那齐秤的功能呢 更多的也是草原民族来做的嘛 对吧 这是一个正常的事 所以说呀 这个所谓的马面群呢 如果要追根溯源 溯源的话呢 也是文化挪用 对吧 是汉文化挪用了这个草原文化的这个结果 您要说这玩意说您在我家 因为我用了几百年 有点变化跟改款了 就成我的了 对吧 您再用 别人您再用 那就文化挪用 这有点说不过去了 对不对 那您这东西毕竟不是说这个神州大卫啊 就是说我这个 我抢过这个皇位来 我怎么过几百年 也就是名正言顺了 是吧 但是实际上这种东西 那就文化上的东西嘛 互相借鉴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 不过呢 这事吧 怎么说呢 也是符合符合现在国内这个尿性 就是一个呀 就是这个无知啊 到令人尴尬的这种地步 那比如说吧 前两天我还看一新闻呢 这个弄场汉服秀啊 就被人举报了 对 说是类似什么呢 类似这个和服 其实这事都特别扯淡 为什么呢 因为日本和服店呢 一般老店它叫什么 它叫无服店 对吧 跟中国某一时期的服饰呢 形制确实比较类似 甚至现在还有说 日本还有那个大 就是那种正式那种礼服啊 还有那个十二单一那个形制 那玩意儿可是唐朝那会儿留的 隋唐时代留下来的 现在就是在隋唐之后 已经就绝迹江湖很久了 那您要说类似肯定是 问题是您分的出来吗 对不对 你除了一个汉服秀之外 被人叫停了 那其他的 原来我还看新闻 那女孩子穿着汉服去了 被人说着和服 就是他妈的根本就不懂 完全就不懂 就跟马面群似的 那实际上你也不是你汉族传统服饰 对吧 那这个 这个 这爱国小将们不管 哎 我无知就是力量 对啊 无知就是正义 反正呢 我在这爱国名义下 我不让你秀就完了 我也省着找麻烦 这是 这是一个 另一个呢 就是纯粹的不要脸了 对吧 您就说咱中国文化吧 这个就别说今天了啊 就是往前倒过千年 您到底看看借鉴了多少东西 对不对 衣食住行 这是最简单的一个东西吧 一 基本上都有 这衣食住行肯定都有外来文明的影子啊 棉花是外来的吧 穿衣服 对不对 那你 后来大家都穿 都穿棉的了 那这算不算外来的 那实就别说了 这他妈没辣椒的话 穿香菜都 穿香菜好多菜你做不了 咱就不提这个了 这都什么黄 什么黄瓜 原来是胡瓜呀 这个芝麻油 原来芝麻您知道吧 实际那东西叫胡麻呀 那也是传进来的 就包括各种各样的我们现在所使用的东西 您真往回到中原原产的这些玩意儿 您现在基本都不吃了 您别觉得那东西说是 我现在还吃 不是 您现在吃的这些玩意儿 大概至少有70%到80% 都是在国外的原产 后来给引进到这边了 您现在的饮食 如果您在国内的话 那没有土豆 玉米 红薯这玩意儿呢 说不定您人都没有了 为什么呢 因为只有这些作物进入到中国 您才就是那个时代的中国才能养活了这么大的 这么大群的人 您可能您的祖先如果说没 就是说没有引进这个东西的时候 什么土豆 玉米 红薯这些东西的时候 那您的祖先有可能就没出生过 但因为他不能养活这么大量的人口 对吧 这个是一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您听说过湖床吗 湖床是什么呀 湖床其实不是床 对 那个是 有的人说是矮榻 有的人说是凳子 对吧 那个什么床前明月光一世地上霜 那个床其实是指的是湖床 有可能是李白在那摆了个 在院里摆了个凳子 或者在屋里摆了个凳子 在那这样吟湿呢 是这么回事 我们古人呢 就是有时候好多人就嘲笑日本人那跪坐呀 而且还有一个说法就笑的特别狠的那种说法 说你看啊 日本那个好多小姑娘 这腿呀 它是内八字 就是它那个膝盖那往中间并 就是它那个腿没那么直 为什么呢 是因为它一直是跪坐的 这是一个小时候的腿有点畸形了 实际上那才是真正中国最正规的传统 对吧 那坐凳子那是外来习惯 那到宋朝的时候可能才真正有 那在那个唐朝的时候 那这些胡床啊 这些东西呢 你这么正 你才到才进到中国 逐渐的中国人开始在这个坐起来了 咱别中国人站起来 中国人坐起来了 原来啊 正规的礼节全都是贵坐 对吧 那说行 这马凳谁发明的 全世界上最早的马凳食物 是在中国辽宁省一座墓里发现的 但是呢 那是一个显卑化的 那个汉人 在十六国的时代的 就是十六国 十六国的时代 大概公元前六百多年吧 它那个时候 那那块有这马凳的 那你说是不是中国人发明的 这事不好说 为什么呢 因为首先那会儿呢 在北方这一块啊 那都是草原民族在互相在 就是入侵的蛮夷打鲁 就是互相在打的时候呢 那到底是中国人发明的 还是这帮草原民族发明的 你这不知道 那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在公元前一世纪的时候 那这个马凳在那个 我忘了是哪边发明的 也是在草原那一块 某一个文明发明 然后迅速传播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 因为中国的这个出土的这个马凳 虽然是世界上最早的 形制完备的马凳 但是呢 它形制过于完备 就可以证明在那之前很久就发明了 但是呢 它依然是出土在辽宁那边 它离那个草原文化更近一些 所以说我们的衣食住行啊 那您就这么讲吧 您是就包括这马凳 说您很难想象一个中原农耕民族 非大规模养马地区 首先发明这玩意吗 对不对 那这些东西我们已经借鉴了 无数的文明的成果 我们到今天走到今天 对吧 这个东西你要是不承认的话 就是这就太无耻了 这个特别没劲 这是一个 而且我个人呢 相当讨厌西方这个 现在我不是说 现在我都不批用说中国这边啊 因为中国这帮小傻逼们 它其实光获这个词 它其实根本不知道文化挪用这个概念 到底什么意思 对吧 我个人倒是看了一眼这些争论 我非常讨厌西方的某些人提出这个文化挪用这个概念 而且我没记错的话 这是一帮最早是一帮非洲人是弄出来的 然后呢被西方那些左派们呢又又给捧起来了 呃原本的意思是什么呢 原本的意思是这个主流文化呀 不恰当的使用这个弱势文化当中的元素 呃偏让他偏离了本意之后呢 甚至会造成这种文化的误解呀 与歧视大概是这么个路数最早的时候啊 简而言之怎么说呢 嗯 这就是举一例子吧啊 就是相当于春晚 原来有有那么过一期春晚啊 啊那个傻逼做小品的时候是呃 用斜油把脸给涂黑了装黑人跟这差不多 他会这种这种东西他会造成这种文化的误解 跟歧视啊 然后这种误用啊 这种情况差不多 问题是现在是什么呢 这个概念呢 被这个有意无意的给放大了 对吧 但凡是涉及这个其他的这个 这被主流文化采用啊 就一帮货就跳出来了 就跟中国这事了 高喊啊 这是文化挪用啊 这怎么着怎么着 其实拜托了一下啊 您这如果主流文化不用您这玩意儿啊 您根本就不为人知好吗 对吧 您那可能就有人说了 我就是我就要说我就是不想让人知道 对吧 我就自己闷家里玩 那这也就算了 这无所谓 但是呢 我从来没见过任何一种文化是这个套用的 真的都是哭着喊着文化输出 就是不想文化输出 也没也没打算不让外人知道 就是说那我不输出而已嘛 对吧 你像日本有些有些那个馆子 那个米其林餐厅那个评审去 就直接就给轰出去了 为什么 因为他可能不一定知道 但是呢 后来据那个据那些呃 米其林的那些评审就说 说自己被那个日本的管子就给弄出去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他妈瞎鸡巴点 就是全给你点一遍 然后你吃不了 然后呢 他说我就是要吃 然后最后说我这手艺不不伺候您这样的 就给轰出去了 当然日本人还不至于直接给赶走 就是很客气的让你滚蛋了 那就是这个东西 你但是他没有说不打算让你外人知道 不不让你来吃 对不对 没有这么样的 但凡不想让外人知道啊 不想让这个不想显露出来的 这个只有在自己人跟前才露这一手呢 只有两种东西 一个呢是他妈邪教 另外一个呢是那近视培育 近视培育 您知道不算了 这个不重要 这个不重要啊 那个我们讨论一下其他的问题啊 而且这个概念啊 无耻在哪呢 主要还是说呀 主流文化呀 不能挪用这个弱势文化的东西 弱势文化呢 就没这么严格了 你想用就用 对吧 相当的随意了 不过您想起来呀 对您想想这事啊 好多地方呢 要是文化挪用这东西呢 对双方都有约束 那主流文化或者是文明 咱不能用弱势的东西 那弱势文化呢 也不能用主流的东西 因为这个其中还有一个概念呢 叫文化入侵嘛 文化侵略 这就更是件大事了 是吧 然后呢 这弱势文明就兴高采烈的 把祖先留下的把我被捧回家了 哎 开始自己不被文化挪用的生活 对吧 就你两边都别挪用 你别挪用我的 你也别文化侵略我 对不对 然后呢 这弱势文明呢 就会发现一件事 他他妈的日子呢 比猴过得也好不到哪去 那这个肯定的 如果我们 如果 如果 如果这个 非洲那一块呢 很多的这个部落说 我不需要 你 你也别弄我 我也别弄你 那回去以后 反正 反正确实比猴也过不到 强不到那太多吧 那多少还是强一点了 是吧 那 如果同样的场景 您搬到中国 就别说器物上的东西了 您不能用人家文化 对吧 您没问题 那你自己回去穿 哪怕您说现代汉服也罢 您穿着您马面裙也行 马面裙嘛 人家还是那个什么 在那个 这个叫什么 对 原来人家为骑驴或者是骑马设置的 方便呢 对吧 然后您特开心的一扫码 哎 弄一共享单车 骑上夸击 裙子 裙子就绕在那个车轱里了 然后这人呢 就可能就摔没了 当然了 这您也可以这么说 因为甭管是二维码是日本人的 那那个单车呢 应该最早是英国人发明的 对吧 这些东西呢 这都外来器物 这个您可能因为穿着 您穿着马面裙 骑着驴 那可能问题倒是不大 大概就是这样 呃 这个您说真摔也好 万一您说器物我用 但是我这个文化我也得保留 但是您要摔也好歹的 算了 好歹这个歹字也是外来词 这个呢 大概应该是蒙语 从蒙语来的 要不然就是从蛮语来的 这这样 我有一次啊 在国内做讲座 问过听 听众们一个小问题 我说您是觉得 您更像美国人呢 呃 还是更像哪怕一百年前 五十年前 五十年前的祖辈 那大部分人啊都说 说无论自己啊 这个生活习惯的文化教育啊 都更接近美国人 对吧 这是一个事实 这没啥可争议的 对不对 这文化挪用 或者如果我们必须用这概念的话呢 中国呀是世界上最大的文化挪用的国家 因为他文明的时间就是说文明延续的时间非常的长 那走到今天呢 无数的东西呢 呃画进来成为我们文化当中的一部分 对吧 那甚至于现代中国没有日本根据这汉字给予 然后呢 日本人用汉语 就汉字 然后重新主义 然后再把再翻译过来的东西 有太多太多这种东西了 对吧 就更别说上学什么的了 是不是 共产党这事尤其不要脸 就是为什么呢 这个词 共产党这个词就是把日本人翻译的 对 您还您老天天弄着故事 好有意思吗 是不是 而且这个抗疫文化挪用这事吧 实际上而言呢 还有一最大的bug 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概念啊 基本上是这个弱势文化呀 对强势文化或者主流文化的抗议 您老这个自信那个先进 人权好五倍 制度文化更牛逼 对吧 怎么到这儿 这一下就改身份了 对吧 一副小妾的这个做法呀 直接就把自己归到这个弱势文化里边去了 这跟您平时这个吹牛逼的时候不一 不太一样啊 对不对 不过咱说起来呢 这也符合我党这尿性 为什么呢 强势弱势啊 随时无缝转换 原来不说吗 一掐脖子就翻白眼 那个一松手就吹牛逼 对吧 这该该女上位的时候呢 就观音作联 这核心肌群用力过渡之后呢 马上娇着无力 咱就给那个老汉推车 你说这绝逼是那个怎么说呢 在特种服务行业里吧 真是他妈顶尖水平了 大概就是这样 好 谢谢各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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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